你最后扔掉那个红薯是因为 是因为就它长起来 那个芽都出来了 但是我们把它切开来 连开始化验都没有的时候 中间其实就黑了烂了 所以这就是你看到的希望 我特别能懂你扔红薯的感觉 我觉得那一刻 他一定内心当中很孤独很绝望 两位老师想请教一下 那究竟要满足哪些条件 这个行星上才能出现外星生物呢 首先我们先说一说 地球上的生命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地球上出现了大气 出现了水 但是这个时候还没有生命 不过那个时候 经常会有火山喷发 经常会有闪电 在这种什么高温高压 还有电机这样的环境下 就会从无机物偶然的合成有机物 而这些有机物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复杂到一定成物 它就具备了自我复制的能力 那么生命就产生了 最后越来越高级 变成了人类 所以我们从地球上生命的产生来看 那么如果外星也要产生生命 最起码你得有大气 你也应该有火山和闪电 你只有这种原始的情况 才有可能会从无机物合成有机物 才有可能逐渐变得越来越复杂 最后形成生命 好 那我觉得接下来 我们还是好好地 来看荣荣的表演吧 对 我看到丰收的那一天 这就是你谈谈的事吧 这就是你谈谈的事吧 你怎么喝酒呢 没有人规定运航运不能回复杂 黛尼 你已经喝太多了 因为没有药可以自然去忙 但是就不还净 几个月够吃了 地球还是没有回应 每天的消耗也持续增加 再这样下去 所以我们会饿死在这里 你知道吗 人因为饥饿而死 不可怕 可怕的是 因为绝望而死 你这没什么想说的吗 有时候并不是看到了希望 才会选择坚持 而是坚持 如果我告诉你 这都是假的呢 我们种子全部都被污染了 就算长得心牙也一样会死 只要你还要我有希望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你回答我 你说我 连宁 你 要是不试一下 我没法下结论 我可以 我们会一起死在这儿 丹尼 丹尼 我们之前做的营救方案 经过论证 成功率不足百分之二十 眼下的最难点 就是横跟在 墨星上空的陨石碎片 因为它们的存在 救援飞船 无法登陆墨星 我们总想着避开它们 或清除它们 不如让救援飞船 直接穿越陨石域 救援飞船 会被灭掉 目前很多国家 都在从事这项技术的研究 其中也包括我们中国 我们国家 电磁脉冲防护技术 已经取得了新的突破 可以用于强化太空舰 所以你有个选择吗 光靠电磁脉冲防护技术还不够 还需要更坚固的新材料 来替换现在的健身 据我所知 这项技术 只有美国掌握 你 我怎么样 其实 从破疆墨星的那一天起 我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但我们是搭档 我们一定要活着回到地球 所以我必须得坚持 也许真的能在墨星中处红薯 等到救援来临的那一天 我相信你 一定可以勇敢地面对 去 我刚刚跟我国有关部门 进行了联系 我们有一个建议 我们愿意公开 电磁脉冲防护技术的数据 希望美方能够给我们 提供新材料技术 中美双方共同合作 共同发展 新型太空舰 不应该是哪一个国家的专利 它应该属于全世界 属于全人类 这并不是很简单的 所以我们知道 人物在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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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 但我们必须试这签 我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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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你冲了 我冲了 他冲了 我冲了 我就知道 你一定行 Danny 快来看 我们成功了 红薯生长良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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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给您的资料 和您的资料 非常感谢你们 能够帮助我们救回宇航员 你对了 生命是一项 我们会合作 好 好 丹尼 第一批重视的红薯 测验接不出来 非常稳定 谢谢你们 为了这些艺术 专业专业 我相信 我们将会做 计划的计划 大龙 吃饭了 来了 今天什么节日 今天 今天是丹尼跟蔡大龙 统治末星的第两百天 来 干杯 好 好 好 上这儿点吧 给我一半 给 水平衡太大了 太快再也支持了重量 目前人看 没问题 但必须得适合监控 应激一切的突发重固 电话那么快 我们马上要失去所有动能 太空界限应该还有些处理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我们要保护 若是减少能量输出 关闭所有舱门 除了生活区外 停止所有的氧气工艺 太空间的电脑 也必须全部关闭 每天只在固定时间 开启一次 查看数据 不能超过视频 停止试验区的重职 可剩下的储备多人 等待救援 你们做什么要问 那两个就给他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坚持的每一刻 你闻到空气里的一味儿了吗 你闻到空气里的一味儿了吗 供养系统失灵了 宇航府里面还有一些氧气 你闻到个水 你闻到水 养系号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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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走 不行 不可以 记住我那句话 坚持住 一定会有希望的 等下 请注意 我们是中国救援队 我们来见你们不见